桌上擺滿佳肴 仔細一看每道菜都有意涵 桌上一口這道菜 那我小孩子很喜歡偷吃 這道黃金炸狗蝦 原來是以前拜拜才會拿出來 小朋友看到都會偷吃 因為平常沒有這種豐盛的食物 這裡咬著美食一手比讚 這些全是澎湖的傳統菜 那麼澎湖的食材呢 事實上是國際級的 那麼也希望大家呢 盡量把澎湖的傳統菜 把它發揚光大 美食主題小旅行 藉由島內餐飲內用全解封的優勢 以道地傳統特色菜窯 結合南寮 湖東及龍門社區 帶旅客享用美食之外 也傳達料理背後的故事一函 另一邊點燈儀式 也搶供後疫情的旅遊商機 藍光照射 美人魚燈 旁邊還有音樂 伴著水舞秀 這是去年主燈 活動結束後移到吉貝島 希望能再賦予生命力 之前受參數颱風影響 吉貝島 美人魚亮點藝術點燈儀式 延期到24號晚上 還會釋放煙火 花火節取消 現在小型活動接連推出 希望延續旅遊熱度 TVBS新聞城鎮鎂魯澎湖採訪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 Plus 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